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朗普周五在空军一号上发表讲话说 美国政府计划对价值267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 而苹果公司周五在一封信中告诉美国贸易官员 逆易的关税将对苹果公司的产品如价格将产生影响 包括苹果公司的iWatch手表 在信中没有提到iPhone手机 苹果公司在信中还表示趁逆逆易关税的负担 将更多的落在美国而不是中国的身上 特朗普在周六当天发布的推特中称 由于美国可能对中国加征的大量关税 苹果产品价格可能随之会上涨 但是对苹果公司来说有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 可以让苹果公司享受民关税的税收激励 那就是让苹果公司的产品在美国而不是中国生产 特朗普还呼吁苹果公司现在就开始在美国建设新工厂 而苹果公司拒绝就特朗普的推文 发表任何评论 据悉 由于关税会使进口电脑零配件更加昂贵 美国科技行业是最大的潜在输家之一 苹果公司的AirPods耳机 部分Vis耳机核心的HomePod智能音箱也将面临征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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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